嗨小朋友今天是上数学 那今天我们来学减法 什么是减法呢 比如说我有五个苹果 我分给妹妹三个苹果 那我剩下多少呢 分给妹妹三个嘛 所以从五个里面扣掉三个 一二三 所以剩下多少 两个我还剩下两个苹果 我们看第一题 七减二 好我们拿手指 七减掉二 一二 剩下多少呢 一二三十 我还剩下五个 所以第一题是五 第二题 九减四 九 手指九拿出来 剪掉四 一二三十 那还剩下多少呢 还剩下五 第三题 十减七 那我们要扣掉七个 一二三十五六七 那我们还剩下三个 八十三 那现在我们看两位数减一位数怎么减 十二减五 所以最小的是五 五五 我们拿最小的五五 十二的前面是多少 十一嘛 所以我们要 逆去的 慢慢的算回去 十一 十 九 八 七 所以十二减五 等于七 第二题 十五 减九 十五 在这边最小的数目是九 我们拿九 十五的前面是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九 八七 六 所以答案是六 第三题 十八 减六 最小的数目是六 所以我们拿六出来 十八前面是十七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所以答案是十二 三三九宝贝们 你们都学会了吗